这一到年底我就会把自己的工作空间 稍微想着去做一些升级的改造 也就是大家常常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小空间 地儿不大 您看我伸直了胳膊 我就差不多碰着我这个相机了 占用家里大概也就四平米的面积吧 算是一个超级小的工作空间 麻雀虽小 但却五脏俱全 经过这三年来的折腾 我也算是对这个小空间 做出了一个最大化的利用了 今年的这个改变呢 我觉得更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我调整了一下整体的布局 想着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这个收拾的心得 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这四平米的工作空间里边都有什么 在这期视频里边呢 您可以看到我的灯光和视频拍摄的方案 打印作品和纸张的收纳方案 以及我这两台电脑进行后期和输出 是如何分配的 还有呢就是硬盘存储和备份的方案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灵感 过年了 咱们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空间给石头石头 以后每天干起活来呢 也就会顺手很多了 心情自然也会好很多 想在如此小的空间里边用灯去布光 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东西堆的满地都是 架子线哪哪都是 别提多热闹了 我以前录视频呢 都是在这些架子跟线当中啊 钻来钻去的实在是不方便 而且每次拍完 为了让家里看着干净点 还得全都给收起来 下次拍的时候呢 再都拿出来摆出来 每次组装这么一次啊 就得小一个小时 设备和架子搬来搬去啊 真的是太累太麻烦了 在视频拍摄的灯光和这个支撑方案上呢 我觉得我做出了两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第一呢就是这是我之前的灯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架子呢 占用的地面的面积特别的大 如果它支在这儿了 我就很难从这儿走出去了 于是呢我就改用了这个天地撑杆 地支到顶 然后呢换成了这个大点的灯 之前的这盏灯呢 它的问题是 它的灯光面积是非常小的 那如果我离得很近的话 就可以看到脸上高光是非常的明显的 相信您从之前的视频上 也可以看到和今天这个视频 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认为就是这个高光点 离远了之后呢 它的照亮的范围和亮度呢 又会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点 于是呢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加大灯光的面积 然后让它变得更亮 这样它可以离我远一点 因为我这台相机 高感光度上呢还是会有一些噪点的 所以采用这样的灯光设置呢 可以避免使用过高的ISO产生噪点 像之前的这个灯呢 如果它放在这个天地撑杆上 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它只能支在这么高 那么每天从这走来走去的话 它是会刮脸的 那我现在呢就不会打到脸了 刚好是一个合适的高度 那这个灯被淘汰下来了 其实它可以放在这个灯的对面 做一个两侧的这么一个辅助光 打左脸的光 然后可以有一点柔一点的效果 让影子呢没那么的重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灯其实还挺搭配的 加上这个灯架如果放在桌面上呢 又占有了特别大的空间 因为我这桌子上啊 有一特别重要的东西 它不能挪地 我给大家看看 为什么这个桌上啊放不了 您看见了吧 它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的灯架 放在桌子上了 再者说这么大灯架风桌呢 确实也挺爱事儿的 于是呢我就想到一几天光啊 就是改用这种管灯 这种产品我觉得简直设计的实在是太好了 您看这个体积非常非常的小 我用了一个很小的这个手机的这种桌面的三角架 就可以把它给支在桌子上了 而且这个亮度呢非常的亮 这两个灯都是Aputure爱图示的 我觉得这两个灯值得推荐 还有我身后的这个打颜色光的这一盏灯也是这个管灯 这两个是一个型号 只不过那个呢比这个管灯要长一点 用来打颜色 而且这个颜色特别的浓厚 特别的亮 我觉得很好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两个管灯 它都是直流的电源 这样就不用担心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没电了 我之前使用的那个小一点的管灯 比较便携的那种 它都是电池充电的 经常是拍着拍着 一半跨叉没电了 特别的尴尬 然后充要充很长时间 那这中间一断掉了 就会让工作的效率下降很多 心情也会没那么好了 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呢 就是我之前的这个相机和提示器 它是用一个三角架来支撑的 因为它要放在这个位置嘛 我想到的方案呢 就是把这两个设备 从地面转到桌面上来 那么桌面上实际上 如果我直接放在桌上 它的这个拍摄的角度呢 又有点奇怪了 所以我就想到了 用大理家配合灯架 以及云台夹在这个桌子的旁边 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很大的一个面积 让我现在反正走来走去 就比以前要方便多了 这个大理家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平时不录的时候 直接拿起来 放在柜子里就可以了 打印作品和纸张呢 平时是需要进行平铺收藏的 并且呀 要保持干燥 我看了半天 我这个桌子底下呢 还有这么一点点的空间 找了特别长的时间 都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尺寸的柜子 最后呀发现宜家这个柜子还比较的合适 它的这个抽屉尺寸呢 刚好可以放下13乘19的胆纸 11乘14的呢 横着可以放两排 当然这个17乘22最大的纸呢 放不下 但是啊 我发现它可以放在这个柜子上面的缝隙里 反正这个尺寸我平时用的也比较少 所以存的量呢 也并不多 这个柜子 它本来是有轮子的 但是呢 我肯定是不会去移动它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轮子呢 给去掉了 哎 现在您看这个高度啊 它刚好放在桌子底下 一共6个抽屉 上面三个是矮的 放这个打印作品 刚刚好 下面三个呢 我放打印纸和装表的这些宽啊 墨盒等等一些工具 可以说这是一个目前为止 我认为非常完美的打印作品和纸张的收纳方案 而且您看这新的配色太好看了 有没有 我身后的这台iMac呢 是2017年买的 今年我确实觉得它呀 有点老了 经常变风车 那鼠标就跟那一直转 按什么都没用 个别的程序也经常死机 导入导出文件 以及各种的操作都变得 开始比以前要迟缓多了 像After Effects这样的软件呢 它甚至根本就操作不了了 我上个礼拜呢 刚刚把它给格式化 重新的装了一边系统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但是呢 我发现有这么一个小程序 也就是苹果电脑自带的硬盘修复 我修复了之后啊 确实之前经常死机的现象啊 有所降低 现在呢 算是还勉强 正常的可以运行的还不错了 偶尔仍然会出现一点点 死机的情况 如果您的电脑也有类似的情况 不如尝试一下 这个苹果自带的修复小程序 也许会很有帮助 这台MacBook Pro是2020年买的 M1的芯片明显它的处理速度呀 要比那台电脑快太多了 所以现在呢 我就把这两台电脑的操作给分开了 iMac去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比如说照片的导入 后期修片调色 延时的基础处理 然后再用M1来做一些后续的工作 比如说不同格式的导出 文件整理 还有视频的剪辑 再有呢 就是写博客回复邮件 这类办公的内容 出门我直接就给它端着走了 实现移动办公 如果以前只有这一台电脑呢 是很难去移动办公的 总结一下 我过去一年当中 遇到的这所有的电脑的问题 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啊 这电脑越老 就让它少干点事 同一时间只用一个软件去处理 不要太贪心 去做多软件同时处理 那基本上就会减少它 出错和死机的几率了 这样呢 把这两台电脑分工明确之后 工作效率也会提升不少 iMac跑的同时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笔记本 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但是这个M1 它的缺点呢 是屏幕太小了 像剪辑视频和修片 都觉得特别的累 但是呢 我又不想买它那个 16寸的旅行带着 就太累了 特别的大 而且我最近发现 这个M1的颜色 要比iMac好像要稍微的 再准那么一点 所以呢 我就把原来这个 给iMac的显示器换到这个M1上了 那现在这两台加在一起的这个组合搭配 来负责照片和视频最后的输出校正 连接这个显示器啊 它还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的 好处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显示器连接线 等同于是电源线 那这样我就完全不用再担心 再连接一个电源去充电的问题了 Tourbox的控制器 我认为非常的好用 在后期处理一些非常频繁的动作的时候呢 其实每次都用的是一个键 或者是一套快捷键 那如果把那些快捷键呢 设置在这个键盘上的任何一个按键上呢 一次就只需要按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视频快进快退 那么这个感觉呢就特别的好 别人听这声 特别酷 我认为这个双电脑的组合呢 有非常多的优势 那如果您的工作流当中有大量的自动处理 比如说需要大量的视频渲染 照片批量处理 像延时的处理 还有像咱们使用Denoise AI的批量降噪锐化 都属于电脑自动处理 一挂就是大半天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再买这么一台电脑 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话又说回来 要是再过两年我要再换电脑的话呢 我会考虑一下这个Mac Studio 就是苹果那个小饭盒 然后连接这台显示器 占用的空间又小又方便移动 而且呢 它也可以连接iMac 让iMac作为显示器 运行采用小饭盒 所以呢 未来我认为更多的考虑 还是移动方便 体质要很小 这样在家里边放着呢 也会比较的节省空间 在我这整个的工作空间里边 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这个数据存储和北份的系统了 我把它藏在了后边 然后在这块也有两个盘 硬盘是我每年固定的花销之一 而且还挺多的 作为延时和视频摄影 这两块它的存储量呢 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对硬盘的容量呢 自然也就要求更多了 目前来讲 我采用三个硬盘系统来做我的数据存储 首先最重要的是这个DAS系统 DAS 负负存储我所有的照片 延时素材 还有视频素材 也就是说 出门拍摄回来 第一件事就通过这台电脑 把所有今天拍的东西 烤进到这个盘里边 可以把它理解为 那这个盘就是一个纯资料库 我买的是双卡槽的 可以同时放进两个 同样容量大小的硬盘 我做了这个Red One的自动备份模式 也就是说 当我把所有的照片和视频 存储在一号硬盘里的时候 那么通过这个小设备 它会自动的备份到二号硬盘 那这样我就同时获得了两份 完全相同的数据了 这两个硬盘 它存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这么做是防止其中一个硬盘坏掉 这个事啊 我还真的是狠狠的被教训了 所以我至今啊 牢记在心啊 这个事 因为在这之前 我使用的都是这种普通的 单叠的外置硬盘 其中有一个硬盘就是用着用着 突然有一天就没有办法访问了 前一天好好的啊 第二天这电脑就读不出来这个盘了 我使用了各种数据恢复软件也不行 因为这盘都找不着了 就不是说数据丢失的事了 总之尝试了各种方法 全都失败了 一点折都没有 所以呢 我整个这个2017年和18年所有拍摄的照片的RAW的原文件 全没了 幸好我有备份JPEG的好习惯 于是呢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开始特别认真的对待数据备份这事了 因为对于摄影师来讲 原文件比什么都重要 你看到这里边有123下边还有一个横着的 这四个硬盘呢 是我之前使用的硬盘的 之后呢 我就现在都换成这个硬盘了 这个硬盘呢 前面有个门直接搂开 然后就可以换上硬盘了 于是呢 我就做了很多的调查 看了很多的视频 想说找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结果所有的博主推荐的都是NAS系统 NAS系统 它呢是需要联网的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是一个家庭自己的云空间 也就是说咱平时花钱 是付给别人钱 租用人家的那个网络空间 而这个呢 是咱们自己在家里边 组建一个自己的云空间 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通过网络 去访问他 比如说我在外边 我也可以访问我自己家的这个服务器 所以我家呢 其实也有一个NAS 它就是存一些家庭的照片 还有我所有的作品在上面 也有一个备份 我如果外出想要在外边 拿到我自己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原文件 JPEG的格式 我也是可以通过网络 从我的NAS服务器上拿到的 但是呢 作为日常照片和视频的素材 整理和存储备份的话 完全不需要联网 也不需要这么复杂 无非就是想把我原来那个单叠的外置硬盘 现在变成一个可以自动备份的系统 所以这个DAS系统我认为要更简单实用一些 而且如果只做Red1模式的话呢 这个双硬盘的就已经足够了 还便宜 唯多有这么一缺点 就是读起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嘎啦嘎啦的响 噪音还挺大的 第一次听呢 稍微有点吓人 我呢用了一年多了 反正已经习惯了 还好 这个里边有两个 这个Aaron Wolf的硬盘 虽然它是给NAS设计的 但是NAS跟DAS这两个系统 基本上就是可以理解为 在它的原理上的差太多吧 所以我就买了这款 除了这个DAS系统之外 我还有两个G-Drive 那这个硬盘它号称是绝对不会坏的 希望如此吧 一个呢用来存储常用的文件和资料库 比如说我平时写博客用的一些图片 小视频 还有平时做视频用的一些临时的素材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用来保存最终稿的一个备份盘 也就是说 修完的照片和视频 不仅在这个系统上有一套备份 那在这个硬盘上也会有这么一套备份 所以你看我这个2017年和18年的那个硬盘坏了 但是我手里边呢 还有一套J-PAC的备用稿 所以这个最终稿呢 相当于我一共备了三份 这个硬盘上边两个做了自动备份 然后这个硬盘上还有一份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安全了 那除了这些最主要的设备 像这些收纳盒架子什么的 就都是一家的了 我觉得呢都挺好用的 平时我常用的设备呢 我就放在这么一个箱子里边 随用随拿 这些一家的箱子里边也有 由于我居住的是北方 所以对防潮箱的需求呢 不是很大 箱子里边呢 我就放点干燥剂齐活了 今天这个视频里边呢 确实有很多的产品 我呢就不一一的详细介绍了 毕竟呢咱们这也不是一广告 只是我自己在使用这些产品的 一个个人的倾向 用的不顺手呢 我就换掉了 好的呢我就继续买 目前呢我对这个全新的安排呢 还挺满意的 特别是这个灯光 我感觉也是提升了不少 还有就是我两台电脑的这个操作 以及分工 我都觉得相对以前的这个搭配来讲 我认为要更合理 那为了方便大家去查找 这些产品呢 我还是会把具体的型号列在这个视频下边的这个介绍页面里边 欢迎您去查看 也欢迎到这个网站里的设备页面呢 去看我所有正在使用的设备的列表 和我给出的一些选择的理由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在这个频道里呢 我会分享和旅行摄影有关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我看到的 我在用的 我拍到的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